公平 公平 你哪來的 我早就要把某某一個新的建築 送去紀念給彈曲 沒有 你把車帶給我去 跟新的建築都縮起了 不過今天有人帶給我密布 說我的車停在你公司的停車內 剛才我也去確定過了 更是這樣 你的意思是 先讓你的車帶進鋪 是我們公司的人 現在我沒有要確定 是你們公司的人做的 不過有人跟我們報告 現在建古就藏在這個辦公室裡面 你看的建古 剛剛是在前來我們家裡找到新的建古 可以直接抓到還是查理香手 沒錯 就是那個引爆炸彈的遙控器 所以 現在我要對這個辦公室 做一個鐵鐵手掌 請大家配合一下 不好意思 請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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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妳 請簽一下 降機 沒什麼 是 每一個洞 就是这个 这个包包是谁的 是我的 这是重要的镜骨 哪里在你的包包里面 还这么多 做一个车也停在公司的停车中 但是这边上有你的指纹 你怕去验出来了 所以就叫人把做一个车 还有这个镜骨 全部都穿走 这样说我不是知道这些东西 是怎么出现我的包包里面 但是我问心无愧 我相信 等警方这边去调查 绝对会让我验出来了 因为你把指纹切掉了 你当然没什么好惊的 知人知面不知心 原来你就是海事查理的姓氏 我也是这条母杀人受害者 我也是查起来没有名字 我为什么要海事查理 可是我真的是姓氏 这个三年镜骨我继续毁掉了 是怎么现在还放在包包里面 来检查让人发现的方向 因为你没法毁掉 就欺负我验了 故事说 是怎么死的人是查理不是你 因为你继续已经设计好了 你只说你继续是受害人 都没人会怀疑你了 这一切都是你自导自言的 你的目标就是要把查理堵掉 这样你就能说明镜代 跟柯小萱 还有我们岛的公司 全部都唱起了 你是在欺负说什么 他一定不是这种人 公平 这段我们今天还有很多问题 拜托你 你一定要上试的调查清楚 他是什么人 你还知道吗 他现在已经把手传在我们的公司了 他后一步就是要跟你唱到手 我刚才说的 有哪一段不对 这都是你自己欺负乱想的 欺负没有 不要一直在调查我好 如果这样 就靠近过来抓人了 就让早前把这个调查去拿两个研 看明镜有什么人的指纹 就知道核杂担担担 还是查理的香蕉到底是谁 如果是明镜没有指纹 这样就更要证明 我说的都是真实的 你不需要说我这么好听 但是你现在就认为我是香蕉就对了 我这是酒疏论书 现在你的调查是最大的 刚才这个阵谷 是在你宝宝撞出来的 就算你不是真的三人的香蕉 你也是这个暗间的重要关系人 所以我要查理你跟我 回去一招配合调查 真的很好笑 我是怎么有没有做过的事情 去接受调查 你若是没有做 你有什么好惊的 还是因为你心虚 所以你不敢去啊 好 我跟你回去接受调查 我相信你能够调查清楚 来向我请兵 我跟你们做的企划 这两天我都跟他们做的工作 我可以背影做的理性案情 好 走 被我收到不行 我也想到 找到了 你们做了 你们做好了 不能跟他们打过 你对不起 你们去背影落 那些人 你真的看不到 你们在那邊 平时 都看不到 在那边 能不能 所以伊丹現在給我帶回去 周前早晚會把事情查清楚 如果查對你的心想 必須自己去找麻煩 謝謝你的關心 要不然在生活就找到愛 當作什麼都不知道 你若是跟鳳凰 我的嫁威 我絕對你不客氣 主啊 不過現在 龍花的嘴巴還是我人的鄉手 甚至 我來把主經驗看到自己的朋友 叫人員王 我也不在調做董 我真的感覺很不做 也很苦難 主啊 請你一次給我力量和勇氣 讓我可以在困境中有希望 可以把這個雞 換掉 這是我查對最愛的愛曲 雞 沒有 這疼是你自己的狗狗 就是我能一直問我的心哭兵 就是我能在我的心哭兵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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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必當保守妳 與妳的最愛 為妳守護 在請查理 拜託主 讓我來答案對嗎 拜託主 妳的收益 妳的收益 應該是萬聖姐的花樣 我剛才去外面 也曾經騰到其他人 還是萬聖姐的大班 跟上総和卡片獲超久 謝謝你 我一樣很開心 查理 老師 你若從來對那個母書叫桌子的名字 可能是在碧手語的時候 看到查理的碧手語當作有關 但沒辦法 我才是一時對她叫查理的名字 你連桌子都會碧手語嗎 是之前做話時學的 查理跟我一樣很趣 就叫我教她 所以查理也會碧手語 是說你怎麼會帶來這裡 百情懷惑你 所以他叫我回來給你看看 他也叫我給你傳達說 你跟媽媽又待一個時間 大姐媳婦的問題 他做打官的不方便接手 我了解 早上是聽我說的 電腦給媽的情緒更加重 是啦 電腦給你更難做人 所以他叫我告訴你 他對你很抱歉 你受委屈了 別這樣說了 我了解爸的事 也請你替我跟爸說 何時古早這種問題 是每一個家都會有的 我可以應付 這樣也不用擔心 也請他保重自己的身體比較要緊 看到你面對媽和大姐的問題 這年這麼健康 我真放心 你不是一個人 不然是爸會帶你加油 我這個做生日也會帶你加油 謝謝你 你看 不然是我跟爸會帶你加油 連主耶穌也會帶你加油 你一來九段就收到主耶穌的祝福 祂會帶你加油打氣 我也是這樣認識 我也是這樣認識 媽 我的生日派對 所有的麵團都在家裡都搖車 而且他們都說 他們都會說 好 我在在無人公司的事 想不到 他們都去找好了 是啊 媽 我是很久了在準備我這個生日派對 我想要賺這個機會 改變大家對我們不好的印象 讓大家知道 我們家不然不會到 而且還會越來越好 你的想要說 要給他家裡頭十天 我真的很感動 媽 因為我知道在這裡家裡 是你最聽我 不過 你跟我說你要正式散步 到處電影的事情 雖然說我感覺 這個宣傳效應也很大 不過我沒想到 還是賣好了 我怕風險太大 比起我們家裡頭十天 還要這樣 媽 你不用擔心 那宣傳手法 那是一個噱頭 導購電影 那也是在插話題 到時候 每天的報道一出來 我就會趕快想辦法 撩一些金錢來導購 是夠 我們一千五月都不用出 而且 我們還可以賺到算團 那你用判的那麼好 這是什麼 這叫做宣傳手法 不是用判的 我演藝圈用這種手法 那也是真正的想 你若是賣 你就瘋得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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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人家就是不把這些問題 我也不用說到這樣 你若是這麼有肉 就照你的醫生去做就好了 對啦 媽 搞大話就沒用對了 是說 我們是在插話題沒不對啦 不過 我們也是要做一種 讓金錢看 所以我想說 是不是可以拜託媽 把我們公司金錢搬出來 放在我的派對面上 白做一個金字塔 讓其他職 到時候 每天的報道一出來 這樣大家就會知道 我們家的實力了 是夠 我來去撩那些金錢來導購 大家也比較有興趣了 不過可能會這樣 若是 只是要讓媽媽拿去上選團 會贏的 我會叫小萱跟你配合 把金錢拿出來 讓你選團做名字 來 柯小萱 你願意好好配合我嗎 不過媽 我今天只是要補這麼多錢 沒辦法啦 到時候 雞排幾個保全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好啦 媽 我去卡一個電話 邀請一些演藝圈的朋友 來幫你 剛才放在那裡 來 ilik 我已經準備了要學我們家的錢了 明天就帶你小萱 拿我背黑鍋 我